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渲染图展示了一款配备更大屏幕的设计 采用了2英寸显示屏 作为对比 目前的Apple Watch Series 9配备的是1.7英寸屏幕 而Apple Watch Ultra的屏幕为1.93英寸 据悉 这款Apple Watch的尺寸约为46×39.7×11.6毫米 因此整体商比Apple Watch Series 9更大 但比Ultra小一些 不过渲染图一显示 骑车机与Series 9相类似 依然具有数码表观和侧边按钮 以及一个方形的屏幕 此前 同博社的Mark Gurman表示 经过重大改进的Apple Watch X将于2024年或2025年推出 以纪念该设备是周年 他表示 Apple Watch X将配备更薄的表刻 此外 可能会采用新的磁吸式表带连接方式 但是目前曝光的渲染图并没有显示出表带连接方式上的变化 这也意味着现有的表带依然可以在新款手表上使用 尽管有传言成苹果正在开发一款彻底重新设计的手表 并且会打破现有表带的兼容性 但这些设计可能要等到未来的产品中才会出现 知名苹果分析师郭明基最近的消息表示 Apple Watch X将比以往的型号更薄 屏幕尺寸也更大 据称 屏幕将从41mm和45mm增加到45mm和49mm 除了尺寸上的变化 苹果预计还会在新的Series时中加入一些新的健康传感器 包括可以测量高血压和睡眠呼吸暂停的新一代硬件 这些功能将进一步增强Apple Watch在健康监测方面的优势 随着屏幕尺寸的增加 电池续航能力自然成为了拥护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切的信息显示Series时的电池容量是否会有所增加 但可以预见的是在更先进的芯片制程的加持下 以及电池管理和能效油化改善的情况下 续航方面应该影响不大 不仅如此 Apple Watch的续航还有可能迎来颠覆新的变化 很多用户一直在吐槽iPhone和Apple Watch的续航插核充电漫问题 尤其像Jeffrey这种中度用户 一天一充甚至一天多充是免不了的 不过苹果这种糟糕的续航情况可能要成为过去了 最近有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 苹果的供应商TDK宣布研发出了一款全新的固态电池 这听起来简直就是为了解决用户的这些痛点而来 TDK开发的固态电池名为Serachage 采用锂合金负极合氧化无机固态电节制 能量密度达到了惊人的1000瓦时每千克 与目前市场上能量密度只有50瓦时每千克的小型固态电池 和传统液态电池400瓦时每千克的能量密度相比 Serachage的能量密度提升了100倍 这意味着如果将这种电池应用在iPhone和Apple Watch上 续航时间将大幅提升 充电5分钟 使用一星期的梦想或许不再遥远 Serachage不仅在能量密度上有突破 还具备以下优点 安全性提升固态材料的使用时电池更安全 不易起火爆炸 重量减轻 固态电池较传统电池更轻 进一步提升设备的变息性 充电速度加快 固态电池的充电速度更快 可以大幅减少充电时间 然而Serachage也有一个显著的缺点 那就是催性较大 这使得它目前更适合用于蓝耳机 智能手表等小型电子设备 而不是手机和汽车等需要更高耐用性的设备 尽管目前Serachage还不能直接用于iPhone 但这一技术的进步 无意为未来的iPhone续航带来了无限可能 如果苹果能够在未来解决固态电池的催性问题 iPhone的电池寿命将迎来至的飞跃 试想一下 不仅电池容量大幅提升 而且充电速度快到令人惊叹 iPhone的用户体验将得到极大的提升 而对于Apple Watch用户来说 这种固态电池技术的应用可能会更早实现 Apple Watch一直因其较短的电池寿命而饱受诟病 如果能够使用Serachage这种高能量密度的电池 续航时间将大幅延长 用户可以在不担心电量不足的情况下 更加自由地使用各种功能 如心率监测 GPS追踪和音域播放等 进一步提升Apple Watch的整体用户体验 说TDK大家可能不熟悉 但提起宁德时代大家都知道 而如果没有TDK 可能就没有宁德时代了 TDK是一家成立于1935年的日本公司 最早从事磁性材料研究 并成为世界上第一家降铁洋体商业化的公司 经过多年的发展 TDK不仅在磁性材料领域取得了领先地位 还通过收购和扩展业务 成为电池领域的重要玩家 TDK旗下的子公司ATL和孵化公司宁德时代 在手机电池和电动车动力电池领域 都占据了重要地位 ATL曾掌握全球一般手机电池市场份额 而宁德时代则是当前电动车动力电池市场的巨头 这也意味着 TDK在电池技术领域有着深厚的积累 和强大的研发能力 TDK新型固态电池的研发 无意为未来的iPhone和Apple Watch续航 带来了新的希望 虽然目前Sera Charge还不能直接用于手机 但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我们有理由期待 再不久的将来 iPhone和Apple Watch的电池技术将迎来革命性的突破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对这项技术有什么看法 你在考虑入手Apple Watch时 会一位续航纠结吗 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咨询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